有病患来找我们 跟我们一起抗议 因为请问市政府 你有没有问过民众的意愿 有没有问过我们这一千多个家庭的意愿 没有 我们真的要公平 要真相 请市政府给我们一个合理的理由 让我们知道我们到底输在哪里 内幕卫生局直接下令 完全都不能透露给大众知道 但是我们就是要追求真相 我们是一群被牺牲的基层劳工 为什么不能公开 为什么不讲清楚 为什么不让我们这么好的 优秀的高医企业继续接手 好 卫生局应该是要保护我们这些 医护人员的专业 但却用这些这么多不合理的抹黑纹 来抹上我们的辛劳 站在这种讲台上说 我有一点紧张 我想说的是我在大同医院 我想说的是我去大同医院已经十来年 十年前我看到的大同医院是冷冷清清 甚至不好意思有那么一点破败 但是这十年来我一路跟着他一起走过来 我为什么十年前选他 因为我觉得那里的医生值得我信赖 那里的护理人员 检验人员所有的药师等等 都让我觉得那个环境很有亲和力 所以我一直在那里 看了十来年 可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今年底就说 怎么我整个医院要改组 那我的医生怎么办呢 我看了十多年的医生怎么办呢 我在想今天我自己是主动来的 我知道是要主动来的 因为我觉得这不是只有员工的权益 还有病患的权益 所以我只是站在一个病患的角度 我想请我们的高雄市政府 以及我们的暖男卖卖市长 是不是也能考虑一下 我们病患的权益